香港人做主持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個擁抱大香港主義 早晨節目 來到第二節 這一節講什麼呢 講什麼之前 首先給大家一點反應 大家看不看得到 聽不聽到 在窗門給點反應 到底節目有沒有出街 課金巴也要給點反應 課金巴 你有課金嗎 好像沒有反應 搞錯呀 試一下他 老闆有新課金 你查一下連結對不對 經常都錯了 大家幫我試一下連結 大家看到聽到 課金巴也試一下反應 給點反應 還有提一提大家 我們書展已經開始了 現在已經在開檔 就是在這個 Hall 1 Boy D 38展位 大家就快點下去 光顧 這樣就 一會兒都會講講書展 不過一會兒再講 大家現在 如果走開走過 都不要走開走過 你故意過去 故意過去 故意過去 女生完全變態手記 還有就是 莊子恩 明信片 全部都需要你們的光顧 還有 你們應該 逐定Prime 這段時間 這個 現在到 下個月應該是 逐定的時節 來的 喂 那就去訂一些Prime 買一些Prime 先 我們現在的Prime 都在書展 那裏 有十幾款 其實不止的 有些都沒有拿出來 有十幾款Prime 買了它 有些應該相信 你們都沒見過 因為這麼久沒有搞活動 如果你沒有去開倉 那些 你都沒見過 所以大家 快點去買東西 馬上去買東西 這樣 好 那 這一節講什麼呢 這一節講講 講講 黃圈的花生 黃圈內控 這樣 話說什麼呢 就是有個 黃圈的 一個 KOL 這樣 就寫一下財經 KOL 叫做混水 混水 他就 說 跟蕭若元 吵架 其實這件事 發生了一段時間 我們都沒有留意 他們在吵架 然後有一天 混水 無端端 就說 正式 控告蕭若元 說他誹謗 但是蕭若元在台灣 他就要故意飛過去台灣 就在台灣的法庭 提高 就告他 台灣的法庭 什麼都可以告 然後就告他 我沒有留意 總之 沒有 有時候 黃圈 KOL 之間 會在那裏 罵來罵去 告上法庭 都不奇怪 就是 混水和白兵很朋友 都是那些人 其實都不重要 我不說他們的質素 內容 因為重點 都不是討論這裡 但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 我一直都沒有留意 直到昨晚 我看到 我昨晚才看到 原來是因為這樣而告 因為什麼呢? 就是 之前 因為混水是 有件事 就是 他就去 去追張秀賢 追債 他就 可以說是一個 黃圈財務界的 MeToo事件 因為張秀賢問很多人借錢 這樣 這樣就 換領沙岸 交聖劍希馬學費 這樣 對了 沒錯 非常之對 這樣 去 去 聖劍 這樣 然後 他就 他就 因為那件事 都是一件事 就是張秀賢 就是張秀賢 那件事 都是一件事 新信息 張秀賢 張秀賢就周圍問人借錢 這樣 於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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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圈子裡面 就很多人欠他錢 這樣 那都是MeToo 因為一推出來 就整班人湧出來 就說 我都有借錢給他 我都有借錢給他 這樣 個個都說有借 這樣 這個又說有借 那個又說有借 這樣 都曾經是 雖然我們不是很關心 這樣 因為我們覺得 很平常 這些這樣 但是呢 我們也是 曾經的時候 是 曾經有一個階段 都是一個 算是 黃圈的網絡熱話 這樣 我們沒有說過這件事 因為 就是 是這樣的 那 就 因為 講起這件事的時候 就 老蕭 都有去 做節目去評論 他做節目評論的時候 他就說到 混水 就說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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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資助勇武派 是勇武派的金主 這樣 還有他也說到 就是說 這個混水 是某些政治勢力的金主 還說 為什麼國安 還沒有去拘捕混水呢 原來他在他的影片裡面 就曾經有過這樣的說法 這樣 那麼 混水現在之所以 會去 告蕭若元誹謗 就是因為蕭若元說他是 一些勇武派 或者行動派的金主 那麼 因為這個 就 就是 如果 因為你這樣去 這樣去講的話 混水這個 控告誹謗行為 可以說是一種自保行為 因為 所以 根據一些 線索 或者 我也不太肯定 就是 但是似乎 混水是在香港的 那麼 起碼早幾年 都 都見到他 就是我有見過他 說他有去 試當真一周年 這樣 那就是 試當真一周年 是去年的事情 是不是 應該再去年 前年應該是 是 前年 那譬如他 前年還見他有去看 試當真一周 那就是 他是一個身處香港的人 那他是一個身處香港的人 然後 然後 你到底是一個台灣 你一個台灣的 YouTuber 你一個台灣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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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YouTuber 突然說 喂 你是一個香港的人 說他是 勇武派的金主 他是 行動政治 勢力的金主 港版國安法 為什麼還不找他呢 喂 真是會死的 仆街 真會死的 我對這些 混水 白兵 這些 這些我都不是在立場上 其實我不是太了解運水 我不太看過很多運水 我不知道運水的政治立場 為什麼我只知道是黃的意思 譬如白兵那些 這些作者的白兵 那些當然跟我們的立場距離真的很遠 但是譬如運水 運水在香港 運水的人在香港 新信息 起碼他可能會出 起碼他可能會頻繁在香港 或者業務在香港 有個新信息 重要的事情多說一次 領取西安交星劍希馬學費 那就對了 是不是多多宣傳這個星劍 大家都學星劍 或者找些班報一下 用西安上課就最划算了 多些報我們一班 但凡是可以用西安的 繼續用西安來交學費就划算了 然後這件事就唯有去告他 大哥你真的隨口說 覺得好像沒什麼所謂 就是老蕭這些 而老蕭這些呢 老蕭這些是做得出這樣的事的人 當年老蕭還沒離開的時候 譬如他和陶傑吵架 他也試過的 那天我和陶傑吵架 我也忘了是 都是因為那些 都是因為那些本土立場的事情 就是當年 剛剛開始有本土議論的時候 然後 本土議論的時候 老蕭就站在一個立場上 經常說那些本土主張的人是歧視 反對歧視大陸人 反對種族歧視 族群歧視 然後就不知道陶傑說了什麼 陶傑說了什麼 然後他就抓住陶傑的一些說話 就說要將他某一篇文章 他翻譯成為伊斯蘭文 就要寄去那些極端組織那裡 寄去那些什麼聖戰組織那裡 然後就等那些聖戰組織 就針對陶傑進行行動 他就覺得很好笑 他就覺得很講話 當然最後這件事情 他有沒有做到 有沒有成事 都不知道 或者做完可能 托賴沒有效果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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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有起事上來的那些 大哥是 是 入你掃的 但是入他掃他也覺得沒什麼 過意得去 好了 譬如這一宗 其實那個脈絡是相同的 那個邏輯是相同的 老蕭又是覺得 可能他也是覺得很好玩的 因為他現在就是 他現在純粹是一個救 up的youtuber 他覺得又是很好玩的 他說說國安為什麼不查呢 大哥 人家在香港 是真的會被人捉的 大哥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打國際線的KOL的行徵 這就是打國際線的KOL的行為 你最後一路就在指點江山 以論這樣、以論那樣 然後就叫一些在香港的人 又關心香港的人 課金給你 訂你PATREON 又是這條路 那樣 喂! 但是 你說的那些東西 完全是不負責任的 你在任何地方都不負責任 你想想 你在台灣 又不見你貢獻台灣 又不見你建設台灣 你在英國 又不見你去投入英國的社群 最主要就是在這裏 go up香港的東西 吸引香港人的支持 那些香港人 所謂香港人 可能已經是 去了海外的香港人 又或者 還是在香港 艱苦經營生活的香港人 而他們在香港 已經艱苦經營了 接著你們 就不斷唱衰香港 即是邏輯 我是不明白 那個關係是怎樣的 走去外國的KOL 那些國際線KOL 最主要就是什麼 最主要就是 天天在那裏說什麼 國際大都會 美麗新香港 天天在那裏唱衰香港 那唱衰香港 是討好什麼人呢 就是討好那些 還是香港的地獄 你說到香港的地獄 香港是地獄一樣的 香港是地獄一樣的 香港是地獄一樣的地方 然後 他不斷地說 香港是人間煉獄 地獄之火 周圍燒騙 然後就叫身處在地獄的人 課金給你 我叫你老婆 臭 那你 你就離開了 人間地獄 你就去了 人間天堂 Whatever 那裡是台灣也好 英國也好 倫敦也好 曼城也好 你在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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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濟一下 救助一下 香港這些生活 在水深火爾的黎民 你應該不斷地寄衣服 寄電器回來 混蛋 你當正我們 你當正我們是文革時候的大陸 你應該寄些 寄些 寄些什麼回來 寄 寄 英國你想寄些什麼回來 他寄些什麼 他寄些食物你也不敢吃 寄些什麼回來 他寄些什麼回來 什麼都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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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寄什麼 電器等等 什麼什麼都寄些 寄些車回來 寄些車回來 是的 這群這樣的人 你又沒有這樣做 又沒有這樣做 又沒有去支援香港 又沒有去支援香港水深火爾的人 天天就說 你看你們現在在香港 天天有刀砍你 譬如撞車 又說美麗新香港 那樣 然後倒閃逢 又說美麗新香港 有什麼懶惰意外 都說美麗新香港 那樣 然後就不斷笑咬你 然後叫你給錢 他就扑你去街 好了 這些都算了 這些已經是黑衣所為 這些本身已經是黑衣所為 還要說話 是完全不負責任的 喜歡就說說 國安查這個 國安查那個 大哥 人家真的會被國安抓的 他真的會被國安抓的 就是等於現在 等於現在 之前剛剛那八個被通緝的人士 那八個被通緝的人士 喂 他們身邊的親戚朋友 都會被帶去問話 就是等於我之前都說 我之前都說 喂 上次懲罰咪 懲罰咪是被他們抓的 嗯 我上次都說 喂 因為羅冠聰 我有沒有說錯名字 是不是羅冠聰 因為羅冠聰被通緝 然後就是那些人 那些懲罰咪 就是一些前眾志 或者前學民的人 然後你就說他們 是支援 資助羅冠聰 我說喂 喂 國安有沒有一些 就是香港國安處 你有沒有一些 嗯 資料 又或者有些資訊 可以告訴大家 真的 他有資助 有支援 所以你才去抓他 這樣 但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不是了 因為去到後來呢 就連肥仔 即是退出了眾志 很多年的肥仔 都被人上門問話 然後就連現在 另外那些 包括 是不是郭榮鏗 是不是郭榮鏗 現在被通緝的人 是不是郭榮鏗 是郭榮鏗 那麼 連郭榮鏗的 親戚 家人 以及另外那些 被通緝的人士 家人 那現在就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 知不知是一個懷疑 而是說你在香港 和這八個被通緝人士的人 有關係的 他都要去調查 他都要去調查 那你可想而知 香港是 可以觸動國安的範圍多大 你自己隨便說一句 你隨便說一句 是真的會影響到香港的人 喂 首先 就是 我覺得 你們這些香港人也要醒醒 醒醒 你正在支持什麼 的人 你給錢支持什麼 的人 這些人說話 好像完全沒有責任 那樣的 做什麼事情 都是沒有責任 那樣的 就是 就是 無論是 他覺得 自己 只要不會被警察抓到 自己 說什麼都可以 現在人家要告你誹謗 還要飛過來台灣 告 假設他還要做 假設他還是要自由身 不是說 幫運水說話 我也不知道運水是個什麼人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你和他有什麼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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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在那件事上爭招 你會說一說 就是第二道 但是 會做出這種行為的人 會怎樣 就是 香港 怎麼會 整個社會運動 會搞到 這麼混蛋 這麼混蛋 這個我講了很多年 就是因為 毒灰 就是由佔領失敗的時候 我就知道 香港的社會運動 起碼在這一代也搞不起來 在這一代也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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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完全是另一群價值觀的人 才可能再投身過 在一個進行社會運動 因為最主要就是 他們核心的一些 一些觀念 和一些道德概念 是錯的 最主要就是 毒灰是不可能發生的 但是香港的社會運動 就是死於毒灰 而他們都覺得沒事的 他們覺得沒事的 就是在2014年 2016年 到了2019年 也是會有人割席 毒灰 而割席、毒灰的人 是沒有事的 沒有後果的 他們沒有受到道德譴責的 這些人依然是大搖大擺的 現在依然是 在黃色圈子裡面 視為一些被敬重的人物 因為大家根本就是失購益的 黃色圈子 黃色圈子 黃色圈子第一是失購益 第二是沒有政治判斷能力 但是比他們有錢更糟糕 他們繼續拿錢出來 繼續拿錢出來 去貢獻 去供養 去供養這些購物 而這些購物 他們購物也算了 你購物無論所謂 你隨便說一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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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賺貨金 喂 一個圓打一個圓來 你隨便說一些話 你隨便說一些話 隨便說一些詩詞歌婦也好 或者說一些天馬行空的那些話 海外香港理論 你喜歡說的話 就說去救他 你要建設什麼 海外新香港 你就建設去救他 我又不看見你們做 我又沒有看見你們做 做成了任何一件事 你說海外勢力很大 又說很多人打國際線 又說香港沒有人 你在海外建設 沒有人見過做過 什麼人都沒有做過 只要問香港人拿錢 你媽媽 臭氣 問香港人拿錢 你媽媽 接著 但是 這些人又繼續給 又繼續給 這些要支持 這些人走去海外 還在這裏 還在這裏關心香港 這樣 喂 你說 你說到天花龍鳳都沒有所謂 你不要淚咎到人 你不要說一些話 會傷害到人 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 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都沒有 然後 那些人還將這些人 即不是說老蕭一個 我現在說這番話 其實都不是針對老蕭 而且有很多國際線的 那些交通QL 就是這樣 你說的東西 會影響到別人 你會影響到 仍然身處在香港的人 你說之前 你可不可以想一想 不是你自己收貨 這麼大 不是你自己 提供你的Patreon 大 我想說 那些QL 因為Patreon 就是Patreon是一個主要的渠道 其實 在Patreon 在Patreon 就是那個訂閱 那些東西 都會有一個 它都會有一個衰竭期 或者衰落期 就是那個熱情 你剛開的時候 很多人訂的那些 但是你維持著 維持著 都會有很多行心的 那麼 於是 就開始 就是 都要在社交媒體 或者YouTube 免費的渠道 就去宣傳 那怎麼宣傳呢? 那個宣傳方法 通常就是 有一件事很爆發的 藏在Patreon 就是 每個人都是玩這一套 每個人都是玩這一套 那為了吸引人 進去Patreon 去訂去Patreon 這個呢 有些事情你不會知道的了 有些事情很厲害的 那些人的事情 我不想在這裡說 但我告訴你 其實他什麼什麼 跟什麼人有關係 他詳情地 進去Patreon 我再仔細告訴你 於是 為了供Patreon的收視 開始那些黃圈KOL 就在這裡 大家搶收視 為了搶收視 就要在免費的渠道那裡 就要說得很大 說得煞有介事 進去其實就沒什麼 但是你那個宣傳 說得很大 很煞有介事 你分分鐘就已經誤導了人 就像這件事 隨口就說人家是勇武派金主 隨口就說人家是 國安要查的 那些行動派的幕後金主 喂 會被你搞死的 而你這樣其實 可能只是來貪口爽 二來就是為了谷收視 賣是非 那麼大哥 有人死了呢 有人被拘捕了呢 哪個負責呢 但是他們不會管的 我告訴你 in case 當然我不希望有人 因為這樣 被人拘捕 但是in case 真的被拘捕了呢 in case被人拘捕了 他們又說 又說回繼續 哇 現在香港真的是大兩國了 現在真的美麗新香港了 又在那裡說回 又說到香港地道 然後又繼續 繼續在那裡 繼續在那裡 繼續在那裡收Patreon 繼續在那裡收貨 一些人不肯會記得的嘛 甚至乎是不會記得 甚至乎是不會記得 某某 例如雲水 如果真的被人調查 被人拘捕 是因為老蕭所說的 他們是不會記得的 甚至乎是覺得沒有關係的 不管的嘛 他要查 老蕭講不講也會查的 所以最壞也是 最糟糕的 都是香港政府 什麼什麼的 這樣就過了 這樣 那你不混蛋嗎 屌你到尾 所以沒有 純粹發洩一下 對了 喂 有沒有課金 有沒有新課金 有新課金 先看看 那你先說新課金 我們這些應該是課金 起碼我們在香港 對了 看看 尖尖250元 早晨尖繼續學巴遊 很快可以去比賽 感謝 188元 太陽尖穿裙很美女 輕貨贊助澳本海蜜 IMAX的這個 這個 好啊 一百元尖尖寫 不留底部 天氣正 最強女武神 會不會落書錢 感謝課金 AIRTIME就是重要的事情 說多次 換領SION 交星劍希瑪學費 以及這個 換領SION 交星劍希瑪學費 感謝 換領SION 還有這個 老闆的250元 就是 是事日小儀一歲 誕辰 請待祈福 保佑健康 快樂所願 重新拜拜祭 的 節目即時負金總價就是 一千六百三十八元 莊子欣有三百五十元 老闆有七百五十元 尖尖有五百三十八元 你貨多一點 250元的莊子欣的早晨 試試先 感謝是貨金鈴 還有這個 一百元的莊子欣早晨 太陽早晨 一百元老闆的大亨今晚 會不會說這個生氣 澳本海蜜 和一百元的球上香 懸夏週日 日本大長征順利完成 一百元大亨早晨太陽 二百元的凡請老闆代上香 祈求星期日魔像比賽 一切順利 感謝拜太子 二百五十元的時日小兒一歲 誕辰請待祈福 保佑健康快樂所願 重新拜PACO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就是這麼多了 今晚當然不會說 不會說核爆片 今晚笑死陣現場版 你不知道嗎 是啊 九至十 笑死陣現場版 怎麼會說電影 今晚你下來輸展 下來輸展你就知道說什麼 今晚一定是輸展現場版 今晚九點到十點 就是這個這樣的笑死陣現場版 陳秀偉說王世宅也是這樣 也一樣這麼多人聽 香港人沒有道德系 可不可以看呢 可不可以道德標準高一點 不是 道德標準高 但是就是 但是就是 哎呀 你們多多一點金 你們多多一點金 今晚是輸展 今晚下來輸展 香港輸展 我們在香港 這樣就在 灣仔會展 Hall 1 B D38展位 今晚笑死陣會 在輸展做現場版 接著七點半到九點就會 謝飛 謝飛在這裡簽名 他謝飛好像狂宣傳 狂宣傳好像 但是我好像沒有看到有人買中二少年水戶轉 大家快點買一去 不知道有沒有開單 做了兩天好像不知道有沒有開單 你們今天來光顧一下他 否則他坐足一整天 沒有人找了簽名也不一定 那就快點來多多光顧 多多支持 這樣 喂 這一節到這裡 休息一休息 稍後回來繼續 早就忘了 ros祝 大家